好 谁能救救这些可怜的流浪狗呢 在台中有一位爱狗人士 他到流浪狗收容中心 用相机捕捉将要遭安乐死狗狗的照片 而且把这些照片呢 简洁PO上网 引起了网友们热烈的回响 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些狗伸出援手 根据统计在收容中心的流浪狗 只要超过了12天没有人去任养 那么就会面临到被扑杀的命运 一个星期就有超过70只的无辜狗狗 接受这样的命运安排 狗狗无辜的大眼睛望着龙外的世界 仿佛宣告他们的生命只能走到这一刻 就像发出求救讯号即将消逝的生命 期盼生机有人认养 爱狗人士用相机记录他们的生命旅程 不舍又无奈 这就是无奈工作人员依照程序 把这个星期准备安乐死的狗 先打前倒麻醉再打麻药 不用一分钟狗就会一命呜呼 每周会有70只以上或是更多的流浪狗 接受这样的命运安排 公告12天期满还是没有人认养 我们就选择比较病弱的或者是比较老的狗 我们就给他安乐死 资质影片在网路流传 不到一天超过6万人点阅 没人想当土狗的筷子手 流浪狗被扑杀不是执行者的问题 问题在养的人想养就养想丢就丢 真的爱他就不要抛弃他 年代新闻时间刘建议林一峰 张华报道